最近接種新冠疫苗的門檻降低至3歲 相信很多家長都會很擔心 自己的子女適不適合打新冠疫苗 希望大家聽聽醫生的專業意見 大家去決定一下 究竟需不需要去打疫苗 是一個個人的選擇 是沒有強制的 在香港大家考慮清楚 家長最擔心都是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才在考慮會不會被3歲的小朋友打疫苗 科學研究出現 3歲至17歲的安全的數字 都是可以接受的 亦在國際期刊出了他們的報告 所以安全性的問題也不是太大 事實上 現在不單止是中國 其他馬來西亞 智利 自奔 很多個都是有幫兒童去接種的 現在亦沒有看到有什麼副作用的問題 至於有否有效 亦都有數據 我們不只是看中和抗體 亦都要看細胞免疫力 近日都經常說T細胞 沒錯 T細胞是預防嚴重的病徵 我們有些淋巴細胞 大體上我們叫做T淋巴細胞 好嗎? 那麼這些T細胞 就是專門去周圍 去直接去吃了這些病毒 而這些T細胞 就會對這些病毒有記憶力 如果說預防入院 預防死亡 預防嚴重病發的病毒 就是與細胞免疫力有更多的關係 而這方面 許士昌教授在中大道的研究發現 這個科興 效能 可能更顯著 那麼如果這樣想 小孩當然也應該要打針 去預防 因為疫苗 都是有科學 證據 說是有效 以及安全的 那麼 那個副作用 正正是因為打了那些疫苗 進入身體之後 它是刺激到那個免疫力系統 去製造那個免疫力 所以人體就會覺得 例如針口痛 頭痛 發燒 疲累 這些所謂副作用 其實是你預算是好的 不用擔心 但是 如果你說是MRNA的疫苗 最近我們看到有一個心機緣 11歲至20多歲的年輕人 他們如果是打復必泰 兩針的話 男生是會有少許機會 會有心機發炎 其實是不多的 是很少的 但是所謂多些 都是100萬個 裡面 只是有幾十個 就不是說是多的 我們覺得 現在的副作用 只是少到0.08% 或者0.06% 我們認為科學委員會 是可以接受的